南方狩猎山系叫做雀山山系 雀山山系的头一座山是招摇山 屹立在西海岸边 生长着许多桂树 蕴藏着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 山中有一种草 形状像韭菜 开着青色的花朵 名称是蛀鱼 人吃了它就不会感到饥饿 形状像韭菜 有青色的果实 那就是青柯 山中又有一种树 形状像构树 并且光滑照耀四方 名称是米谷 人佩戴它在身上 就不会迷失方向 文中描述 奇华四照 也就是说这种树能发出柔和的光 照亮四周 树能发荧光 必然是夜间才能被人们看见 晚上的时候 把发光物带在身上充当光源 当然也就不容易迷路了 据说在非洲和美洲 都有能在夜间发出光亮的树 这类树并不是本身发光 而是有一类能发光的微生物或真菌寄生在这些树上 发光体实际是那些微生物和真菌 山中还有一种野兽 形状像猿猴 但长着一双白色的耳朵 既能匍匐爬行 又能像人一样直立行走 名为猩猩 吃了它的肉 可以使人走得飞快 白耳熔猴是巴西特有生物 它们齐膝在巴西东北部的干燥森林区中 白耳熔更偏向肉食性 主要是以树蛙 鸟蛋为食 它们的寿命可以超过12年 古人认为 只要吃了某种强力的动物的肉 便会将对方的力量和灵气吸收到自己身上来 招摇山除了有星星 还孕育了利水 这条河从山溅中发源后 向西奔腾流入大海 水中有许多叫做玉佩的东西 人佩戴它在身上就不会生骨胀病 玉佩别名琥珀 蜜蜡 有镇金安神 散淤止血 利水通林 去意明目等功效 这说明招摇山蜜蜡丰富 人们从长期佩戴的经验中认识到 蜜蜡具有致病功效